大家好,我是OK酷 我們這個專案是PTT不認網 另一位坑主主義剛好有事,所以今天請假一次 我們PTT是一個非營利的站台 因為非營利的關係,所以我們所有管理者都自封 也因為非營利的關係,所以我們從來不收集使用者的資訊去販賣給廣告商 也因為我們也是非營利的關係,我們不在乎使用者的人數多少 所以我們也不會使用上映的演算法來提高使用者的黏性 最後就是PTT它是個學術中立的平台 這個平台不會因為你發了特定政治的立場去篩選你的文章或封鎖你的帳號 PTT現在碰到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開發人力嚴重不足 我們現在只剩下一個功能是在結束開發PBS的程式 在經營過程中我們有許多的功能想要開發 也因為受限於PTS架構所以無法開發 在這兩三年下來我們線上的使用者大福人下滑 我們PTT因為沒有官方的APP 所以讓使用者被迫要去使用沒有官方認證的第三方APP 那我們在GNB想要做什麼 我們想要在這邊向公眾徵求人力然後來開發官方的APP 然後也希望藉由這個開發來使用新的介面機制 來解決我們過去所碰到的許多問題 然後密補BBS系統上的限制 那我們在2019年首次在GNB提案 那我們目前運作方式是每個禮拜二的晚上都會線上的討論 那麼每一個月也會大家見面一下然後實體來討論進度 那目前我們的進度是離心去求 然後完成第一階段的開發架構 我們也已經有Android和IOS的demo版本可以使用和測試 那我們團隊成員分成這幾個組 然後就是有負責UIUX還有負責後端 還有安卓和IOS的APP開發者 不然我在投影片不知道我怎麼講 我不用講了 我們目前需求的人手是我們需要GOLAN 還有ASP.NET 還有UIUX的人 那如果你對這三個都不太熟 或沒有這方面的技能也非常沒關係 我們歡迎所有關心PE的夥伴一起加入我們 然後最後就是請到GNB Slack的PTT Channel來聯絡我們 謝謝大家